今天,台湾人悠闲地到总统府参观 这里不收门票 而且因为不能参观的区域已经围了起来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走错路 在总统府内参观久了 也可以到室外花园去透透气 如果你渴了,也可以到交易厅去买杯奶茶 回家之前还可以到纪念品店 去买一件未来做总统的T恤 这让人想到一千年前的开封市民 到皇家花园去赏景的情景 每到清明时节 市民陈群结队到金明池去踏春 或者到玉金园去看金毛狮子和毒蜂骆驼 又或者到了元宵佳节 到属于皇城的锦农门去看一夜鱼龙舞 这些原本属于皇家的园林和宫殿 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向全体市民开放 开放期间不限人等谁都可以去 所以小贩可以去摆摊 商家可以去搞博彩 吃喝玩乐应有尽有 对宋朝百姓来说 皇帝并没有那么神秘 皇宫就位于市井之内 而有些酒楼修得比皇宫还高 开封的知名酒楼 丰乐楼 不妨叫做开封的101大厦 站在楼上可以直接看到皇宫大类 另外皇帝也经常到九四茶铺去喝茶 贵族大臣师人们也经常留年于此 所以市民有时也能在街上或花园中看到皇帝和贵族 另外宋朝的宰相也没有那么神秘 有些时候宰相在郑士堂开会也会请市民参加 这就是政策听证会了 不过再怎么发达也好 自由也好 平民社会也好 以人为本也好 宋朝终究是亡国了 而且如果我们去采访宋朝的周边邻居 他们恐怕不会像我们这样高度评价宋朝 经过人占据中原 灭亡北宋之后 就自称中国 而把退居南方的宋人叫做南蛮或者蛮子 直到很多年清军进攻江南 还是把他们屠杀的对象叫做蛮子 大家好 我是老僧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在《牙山之后无中国》这期节目之后 好多朋友留言提到这个问题 宋朝这么发达为什么会灭亡 这给了老僧一个想法 那就是台湾会是下一个南宋吗 这当然也是一个比喻 中国政府一直有统一台湾的愿望或者叫意图 为了免除误会 老僧所说的中国都是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政府几次提到 绝不放弃使用武力 从目前来看 台湾在政治透明 官员年节 公民自由 人权保护上都远高于中国 台湾是更文明 更富裕的国家 但更文明的国家 被更落后的国家打败 这实在不是什么稀奇事 春秋战国时代 文明程度更高的楚国就被秦国锁灭 这就是一个例子了 古往近来 人类社会总是在往前演化 演化常常翻译为进化 所以容易让人以为文明总是在往前进的 但这其实是误会 天行有常 不为谣存 不为结王 考虑到老僧频道不是一个政经频道 知识和观点往往混在一起 这你发散一下 说点别的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末日题材的电影 电视剧 假如有一场大瘟疫 或者环境污染危机 导致现在的文明秩序崩溃 那么人类是否会回到丛林法则呢 美剧《行尸走肉》中的世界 即使是主角Rick 也并非总能按照正义的原则去做事 信任也好 公平也好 秩序也好 这些我们恐怕会认为是现代文明基本有的东西 很多时候却只能让位给生存法则 而美剧《石女》的故事甚至构想了一个中世纪版的美国 那时的美国是一个威权专制的等级社会 当然这些只是虚构出来的故事 我们现在还不用担心僵尸来串门 但从这些故事中恐怕可以看出 文明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固若金汤 例如最近的这次全球疫情 为了防止病毒传播入境 台湾政府下令禁止高中以下的师生出境 这就引发了争议 有人认为这违反了宪法 因为宪法保障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而另一方面 在中国国内 很多民众相信中国的防疫模式有效阻止了疫情的扩散 所以在三联抗疫的某些阶段 中国民众对政府的认可度反而上升了 所以说在应对瘟疫这种全球性灾难的时候 民主体制是否能比威权体制做得更好呢 假设有这样一个国家 在疫情阶段直接关闭国门 禁止任何人入境 无论是什么理由什么原因 而对境内如果发生了感染的或者疑似感染的 一律直接杀死 尸体直接火化 而对于那些隐匿病情 躲藏起来的人 国家动用一切手段去搜捕 去发动民众的举报等等 务必要全部消灭一个不牛 这种方式当然是种极度残忍的 不过也可能有人认为是极度果决 这取决于你的价值观 总之在这种极端措施下 病毒还没来得及传播和变异 就已经被杀死了 这种防疫法恐怕不能说不高效 而我们之所以要举这么残酷的例子 其实是要说明在很多情况下 文明在跟野蛮对决的时候会吃亏 比方说蒙古和南宋打仗 蒙古每攻打一座城池之前 就发出恐吓 假如不投降 那么攻破城门之后就屠城 屠城不仅意味着全城男女老少几乎杀光 还意味着无数珍贵的东西被毁灭 例如北宋那两座精巧无比的针灸铜人 就连同无数的宋代古籍消失在战火之中了 但假如是南宋去攻打蒙古 是南宋要侵略蒙古 那么恐怕南宋不会去屠杀蒙古贫民 也不会去焚烧蒙古的文物古籍 再比如蒙古人驱赶贫民或者俘虏 去攻城去当炮灰 在修和的时候甚至直接用汉人填和 可是恐怕宋朝不会允许自己的部队这么做 可见文明在野蛮面前是会吃亏的 除了正面战场的较量 在其他时候文明也有烈士 例如文明往往要求政治上有透明度 有网友提到 女真蒙古这些性情淳朴的部落 怎么会打败了科技文明都更高一筹的北宋南宋呢 是的相对来说 汉人注重享受而北方民族简单朴素 汉人狡诈多变 北方民族待人真诚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不过问题在于 这些在极寒之地放牧或者余孽的善良的民众 他们并不等于在外攻城掠地 烧杀掳虐的将士 朴素的蒙古百姓也好 善良的女真百姓也好 他们恐怕并不知道外部的世界是怎样的 那个时候没有拉背日记 没有电视 没有新闻 没有报纸 他们自己也未必识字 而且他们自己跟那些被称作屈口的汉人相比 他们的命运又有多大的不同呢 就连元朝的宰相都自称奴婢 所以这些普通人就更加是奴婢的奴婢了 所以不奇怪 元朝时期也有大量的蒙古百姓被卖为奴隶 到了近代 日本侵略中国 搞三光政策也好 搞生化武器也好 搞杀人比赛也好 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向自己的国民隐瞒 因为不可以让国民知道他们的士兵到底做了什么 鲁迅曾经写道 兵之所以勇敢就在于没有思想 因为有了思想就有了利害观念 就会想打仗值不值得打应不应该打 所以上阵杀人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果敢 而且在越贫穷越落后的地方 当兵的性价比就越高 因为所谓的打仗就是去别国合法的抢劫 只要自己活着回来 就能有钱有军功有风赏 这样假如打得好 自己甚至成了开国元勋 实在不走运挂了 也能给家人带来孽氏抚恤金等等 而在经济发达的地方 当兵打仗就没有那么高的性价比 你光宗耀祖也好 你想光宗耀祖也好 想发家致富也好 方式多着呢 为什么要当兵呢 当兵不苦吗 说到底 经济越发达的地方 命也就更值钱 而且一个人能创造的价值就更高 更不用提 在这样的地方教育也会更普及 而人读了书 脑子中就有了思想 就更加会去想 打仗值不值得打 应不应该打了 所以它客观的就会表现为 人更加不愿意去当兵 在战场上 恐怕会更加贪身怕死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人是经济动物 会计算利益得失 对南宋来说 没少一座城池 没减少一座可能的税收对象 就意味着财源更加减少 而战士越吃紧 就越要花费军费去筹集军事 因为北宋南宋是募兵制 是雇佣兵制 并不会强迫抓人去当兵 而养这些兵 是靠从百姓那里收税 所以每少一座城池 意味着多多少少 要加重一些百姓的负担 而随着朝廷财政的困难 可能会更加减少 给官吏的一些工资 这就更有可能导致一些宋人 主动去投降蒙古 人才也好 将领也好 跑到对方阵营去了 这就会造成南宋更加被动 到了南宋末年 士大夫已经批评南宋 民穷 宾弱 财困 士大夫无耻了 这就不难理解了 有人问老僧呀 现在是21世纪 早已不是冷兵器时代了 谈这些跟我们的主题 有什么相关呢 是的 信息化时代一切都变了 国跟国的对决 当然也变了 不过从南宋面临的一些烈士 这些恐怕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例如 现在如果有两个国家对决 一个国家可以动用全部力量 发展某一项武器 比方说黑客技术 而由于这个国家的决策机制 比较神秘 民众未必知道政府在研发什么 甚至即使知道了 国家也可以动用它的全部媒体 舆论武器 用国家安全这类宏大叙事去解释 因为媒体控制在政府手中 所以一切事情 一切政策的最终解释权 归政府所有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政府想要做成一件事 遇到的阻力就会很小 可是在另一个国家 由于决策机制的不同 不仅要由议员讨论来讨论去 甚至还要收集民意 那么发展这项武器 进度就会慢很多 而假如这项武器 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 那么恐怕两国的对决 就会发生很不一样的变化 还有人说 当今国跟国的较量 是科技的较量 因为即使是军事 即使是武器 也越来越依赖科技手段 这确实有道理 所以这就有了一个问题 科技既能用作正图 也能用作歧途 或者叫不正当的用途 而且这个用途正不正当 不同的国家看法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能否用技术手段 去控制一个国家的 信息流通环境 进而削弱这个国家的公民 对它体制的信心呢 我们人对一件事情的判断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我们看到的信息 中国的购物网站 像淘宝上 曾经有刷好评的现象 随着观众识别能力的增加 这些网站 干脆使用人肉刷好评的现象 所以系统和网民更加难以识别 这些好评 说到底 网络水军的技术在不断发展 那么网络水军 可不可以用到国与国的对决之中呢 通过制造舆论 进而主导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 也是这种思路 民主国家往往实行市场经济 秉持开放自由原则 那么既然是市场化原则 允许自由设置媒体设置党派 那么我是否可以收购你的媒体呢 我是否可以去设立我自己的媒体 进而以我庞大的财力 去扩大它的影响力呢 进而让这个媒体成为一种 垄断性的声音呢 也就是说 我可以利用你的规则 来破坏你的规则 规结到四个字 那就是分化台湾 所以假如台湾人的信息流通环境 被慢慢的控制 那么下几代的台湾人是否对他们的体制 还会有那么强的信息呢 我可不可以利用我的技术手段 来削弱你的影响力 来使你的声音只能被少数人听见呢 我们参考中国大陆的例子 在中国依然有为数不少的人 在翻墙使用VPN 在接受外部的信息 同时也有很多的人 在试图给中国人做启蒙 但中国政府恐怕不需要那么担心 因为他们只要保证 大部分人处在墙内的状态就可以了 这些极少数改变不了大多数 中国的微信还能给我们另一种启示 在微信聊天中 假如发一些不正确的内容 系统会进行隐形屏蔽 比如说你发的朋友圈 或者叫铁文 你的朋友看不见 你向朋友发送一个链接 一个地址 一段话 结果你的朋友并不总是能收到 随着技术的发展 系统甚至可以知道 你到底是否是在使用VPN 可以知道你是否在用小号 所以系统可以精准地设置 谁可以看你的内容 当审查做到如此高明的时候 人很难知道 这是不是审查了 总结而言 在政治体制不透明的地方 技术很难保证 不被用在其他用途上 是否在其他用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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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在其他用途上